25歲開始膠原蛋白就會斷然式的流失 為什麼是斷牙?! 年輕的時候呢 身體可以自己合成膠原蛋白嘛 但是25歲以後 膠原蛋白流失 那皮膚沒有彈性 然後產生細紋 光澤度就會減少 不光滑 然後有點下垂 所以就會氣色不好 很多人從20歲開始 就會開始吃膠原蛋白粉 它畢竟這個膠原蛋白粉 它其實是混的東西 它有些人會怕行為 有些人不敢吃 那他們要怎麼辦呢 那就是可以做韓式眉顏針 眉顏針呢 它是一套韓國傳過來新的針法 它是用比頭髮還要細的針 去刺你臉部的一些肌肉啊 穴道 然後它可以刺抑膠原蛋白的針生 還有拉提 什麼樣的人會適合用眉顏針呢 這套針法其實 最一開始研究出來是 為了去治療顏面神經失調 除了顏面神經失調 臉部下垂 沒有光澤 或是覺得臉頰凹陷啊 還有法令紋其實都適用 那多久要做一次 還是說它做一次它可以撐多久 建議一個禮拜做一次 但是這其實看 個人皮膚的彈性來決定 如果皮膚是比較沒有彈性的 一開始會建議可以一個禮拜兩次 比較年輕的皮膚有彈性的 就可以一個禮拜一次 那會建議每個禮拜都來 連續做六次就是一個療程 這樣子大概可以維持個 半年到一年 針完之後大概多久 會有感覺到好像有不太一樣的 當下就會覺得臉部有拉底 但有些人他可能過一兩個小時 或是接下來兩三天 就開始有明顯的提升 這樣子 那我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它的年齡層 幾歲到幾歲是可以做的 最老 可以到時候 因為很多時候我媽媽可能會覺得說 好我都已經六十幾歲了 我做這個還有用嗎 可以啊可以啊 從二十歲到可以說七十歲 其實都可以 只要臉部不要都沒有肉 垂頭只剩下皮其實都是可以 鏡頭前面的媽媽們 你們也可以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孕婦可以做嗎 只要那個孕婦啊 他不要太緊張 其實都可以的 因為如果太緊張 他會一起工作 那術後 就是我們針完之後 有需要做些什麼樣的保養嗎 就像我去打雷射 可能那個人就說 欸我不能怎麼樣 我不能這樣 那美顏針會有這樣的術後修復期嗎 不用 美顏針你當下針完 其實馬上上妝啊 或是敷面膜都是沒有關係的 現在就為大家開箱美顏針療程 那你本身有哪裡想要改善的 因為我的眼睛比較下垂 然後還有我的法令紋 可能年紀到了 下垂線沒有那麼明顯 你的臉頰比較凹陷一點 我會幫你去理牆 讓臉膨一點 氣色就會比較好 脖子這兩層的肌肉啊 其實對於臉部的下垂影響是非常大的 一緊繃呢就會把臉往下拉 另外是 脖子兩邊有肌肉 這裡的肌肉放鬆呢 也可以讓臉部比較對稱 因為可能會一邊比較緊一邊比較鬆 那現在整個臉部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覺得蠻緊的 因為在眼睛啊 眼周這個地方啊 就是原本沒有感覺是它的存在感 但是現在針完之後 我覺得眼周下二線的地方 就感覺緊緊 而且我覺得我自己摸 我也覺得是好像 往上提的感覺 蔡醫師剛剛我看你做完照 整個不一樣 它整個龍關換發起來了 喔 喔 很厲害耶 你不要這麼謙虛啦 這樣子 沒有錯 那今天就是很感謝蔡醫師 來幫我們做美顏症的介紹 那蔡醫師有沒有最後的小結尾 想要跟我們的粉絲說一下 那如果大家呢 也想要像它有一樣的效果呢 讓膠原蛋白增加回春 那歡迎來和一堂週一診所來找我喔 美味才會卡到 搖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